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爱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 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今天的讲述者叫李明俊 但你可能更熟悉他的笔名 杨兆 杨兆有很多重身份 作家、历史学者、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 好像哪一个身份都不能概括他到底是谁 杨兆出生于1963年的台北 当时的台湾已经进入了戒严的第14个年头 戒严令使得整个台湾都处在紧急状态的军事管控之下 白色恐怖笼罩着表面的瓶颈 但是作为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小孩 杨兆属于非常幸运的一波 当成年人在外面的社会中相互残杀的时候 一无所知的他被庇护在阴云之下 以孩子的纯真视角观察着这个世界 杨兆小时候家在今天的圆山大饭店附近 这里记录着台北日剧时代的过去 曾经是日本人在台湾统治的宗教中心 之后的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人进入台湾 在这里设立了美军顾问团 这是一片非常奇特的区域 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相撞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童年时期的扬照 我出生在台北 我也在台北长大 不过我长大的地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在台湾一般的名字叫做秦光市场 我自己小时候走在中山北路上 然后中山北路它是一直到今天 都是很美的一条路 因为它两边种满了章树 就是走着走着就是一个一般的街道 可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入口 那个入口处到现在还是这样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招牌 你不小心走过去你就找不到 写着秦光市场四个字 那是秦光市场 现在几乎很少人用的一个入口 可是当年在我小时候 那个入口是非常重要 非常神奇的 因为你走进到那个入口里面 就像是走进到一个光的洞穴一样 两边是非常光亮的橱窗 而且橱窗里面摆的东西 是当时美军顾问团 从他们的这个称之为叫做PX 也就是他们的福利社里面 用各种不同的管道流出来买的 所以在那个橱窗的底下 一定会摆放着可口可乐 Funda 那时候当然甚至连种中文名字都还没有 是Coke 是Cocacola 是Funda 是这个7up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 最重要的物品 是牛仔裤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 有人穿牛仔裤买牛仔裤 然后走进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 维托行的这样一个小巷子 然后才进到一个传统的市场 那这是我成长的环境 特别要提的就是 因为秦光市场离原山很近 然后原山呢 当时就是美国在台湾驻军的大本营 那他的那个总单位称之为叫做美军顾问团 所以我是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环境上面 环境当中长大 那边相关的产业行业 大概都跟美军跟美军顾问团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像很重要的一种行业是酒吧 那个酒吧就是服务美军的 那台湾有一位很棒很了不起的小说家叫黄春明 黄春明写过一部中篇小说 那个小说的书名叫做小寡妇 那小寡妇讲的真的不是真正的寡妇 小寡妇是一个酒吧的名字 会把酒吧取名叫做小寡妇 你当然也就知道 那大概是在干什么 所以那里有很多 有美军来来往往 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吧 我很幸运的 我成长在一个很不适合养大小孩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家呢 充实的也是一个不太正当 不太正常的行业 大家不要误会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裁缝 而且她做的衣服呢 是当时很特殊的一种衣服 一直到今天 大概你都很难找得到 它是一种真织的礼服 是用真织的 机器真织的 但是做的是礼服 是非常高级的礼服 等于是那个服装店 是我父亲跟我母亲 他们一起的他们的事业 那我们家的那个店铺 在当时情况市场还蛮有名的 那最有名的就是说 如果你到了那里 你是外地人 然后你跑去那里 然后我们家服装行叫做 异星服装行 你如果问人家说 异星服装行在哪里 如果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看到正常的人 尤其正常的女孩子的话 女子的话 她你瞪大眼睛跟你说 不要去哪里 不要去哪里 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做的礼服 非常非常昂贵 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开昂贵礼服 真织礼服的服装店呢 所以我小时候 我最常见到的 只要到店里去 那店里的景象 就是一个酒吧女 牵着一个美军的军官进来 我妈妈最自豪的就是 她唯一会讲的一句英文 就是 We take American dollars 我们家是收美操的 通常都是 那个礼服呢 是bar girl 酒吧女 她们要穿的 可是呢 当然会带一个美军来 帮她们付美金 我们是小孩 躲在旁边 然后躲在旁边 偷偷看 看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看那个酒吧女 这么可爱 这么漂亮 那时候看到 那时候基本上在路上 除了酒吧女 没有人化妆的 但是就看她们这样化着妆 留着那个黑色的长发 进到我们家的店里面 就觉得哎呀 我们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看 那些美国人呢 因为也不是所有的人 每天都会看到美国人 我们就看到美国军官 穿着他们的军服 来到店里面 因为在美金顾问团呢 它有一块 有一块非常非常大的宿舍区 那比如说我们到原山区 大概离我家 大概走路15分钟的时间 就到了那个宿舍区 那真的就像是一个 像是个幻境一样 因为都是那种平房 平房外面有草地 所以我小时候 记忆当中最神奇的一种东西 叫做自动撒水机 在那个草地上 你就看到可以在那里 真的可以在那里 看15分钟 20分钟 看到尤其是有阳光的时候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 突然这样 啪 那个水这样洒出来 你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奇怪的地方 然后那个水洒出来 阳光 它会反射阳光的 变成七彩的 那个小一点一点的 一道一道的小彩虹 我就想说 哇 美国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他们过的日子 住的地方都跟我们不一样 那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类似像这样 那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但是对我来说 让我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累积了很多不同的记忆的 很好的一个地方 家庭环境带给杨兆的影响 不仅仅是不一样的 演技和思考方式 因为父母的小店收入不错 所以虽然那个年代 物质和文化匮乏 杨兆还是早早地 就接触到了音乐的启蒙 比如说我小学到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念的地方 念的小学叫中央国小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奇特 就是中央国小 在我小时候 它就有一个 其实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传统 就我们从二年级开始到五年级 要有每一个学期 要有班级乐队比赛 班级乐队比赛 而且它是规定 学校是规定 班上每一个学生 都必须要有一个乐器 去参加这个班级乐队的比赛 那你也可以了解说 在那个相对贫困的年代 大部分的小孩能有什么乐器 所以班级乐队 我现在回头想 班级乐队那个声音一定很恐怖 因为我们里面会有很多 那个最简单最便宜的乐器 叫做响板 大家知道响板是什么 零块木头 然后用个橡皮巾 然后这个绑起来 然后扣扣扣特pass 跳出那个节奏 另外一种 crash 門级乐队 勉强能够 能够发出的 旋律声音的 最多的是 那个塑胶底子 那个声音很恐怖 而且那个时候学校 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它是比赛 比赛如果要赢的话 其实 真正关键的都不是 不可能是想伐 不可能是三角提 不可能是 这个底子 是你班上有几把小提琴 然后呢 有几把口风琴 所以那时候 我二年级的导师 为了班级乐队比赛 都大概那个时候 我们中央国家老师 大概都这样做吧 就会去看说 班上的学生里面 谁的家境比较好 就会跑去跟家长说 所以我就是误打误撞 老师就跑到我家里来 然后就跟我说 跟我妈说 哎呀 就说因为叫我要 应该要学小提琴 我妈拿什么 怎么也不知道 但那个时代 对老师就是 老师说什么 家长怎么会说不呢 乖乖的就把我送去 学小提琴 我的整个音乐 对音乐的认识跟理解 到后来 我怎么学音乐 跟就是从这个 非常非常奇特的 的状态开始 所以我拉小提琴 拉了六年 我妈我爸 她从来不知道 我在干什么 台湾的七十年代 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 国民党政府 在文化上 大规模的查进歌曲 进行思想管控 但经济上 开始加速发展 在校园生活中 除了频繁的集会 和政治讲话 考分和升学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正值青春期的杨兆 上了初中 他开始逐渐显露出 叛逆的一面 下意识地反抗 教育机器和主流思想 因为成绩不好 杨兆在班级里 是被大部分老师 边缘化的坏学生 每天到学校去 都是特别痛苦的经验 我在上了国中 我们叫国中 就是初中 上了初中之后 青少年期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 一个小孩 我很不喜欢学校 然后我很不喜欢 学校的规矩 成绩很差 就跟一群朋友 混在那里 那我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一种叫做 理所当然的老师 而且每个人都觉得 你就是没有用的人 或者是 最好你们都不要 让我们看到 老师都是这种态度 那我们这个 到了初二 有一个特别的课 叫园艺课 我们要学重东西 将来也许有一天 你要去当Garden了 可以当做一技之长 那是我们的园艺老师 她是一个 非常非常吐气的 一个女老师 那她讲话就是 台湾国语 她连国语都讲不好 那她就教 也许因为这样 所以我猜 一个女老师 吐离吐气的 然后讲台湾国语 教的又是原意 我想她在学校 应该也是饱受歧视的 在所有的老师里面 教着我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呢 她对我们非常好 原意课到后来 反正教这些课 将来也不考试 也没有人真的想要学 没有人要听 那常常我们的原意老师 还要叹口气说 你就到外面去拔草 至少跟原意有点关系 然后我们这个教室门口 就是两大块草皮 叫我们在那拔草 那也不会有人认真去拔草 老师就站在那里看 那最感人的是 我们会围着老师 跟老师讲台语 跟老师聊天 你会觉得他真的关心我们 他会就真的就看着我 对着我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踢足球 然后我们是足球校队 但连这种东西都在 那样的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充满伤痕的 比如说我们是足球校队 那学校里面有其他的 这个体育运动的项目 像网球校队 网球校队几乎都是好学生 才会加入网球队 然后他们网球派很贵 所以呢 通常家境也要很好的 才能够变成网球校队 他们在学校地位就很高 就被同学们是羡慕的 我们同样是校队 但我们踢足球的 就被认为是 因为你不会念书 然后呢 老师也不希望看到你在教室里 就叫你去踢足球 所以你们才变成足球校队 其实都是很边缘 都是饱受歧视的 那我就记得 老师有一次就特别盯着我看 跟我说 踢足球 他用台语跟我讲 那就很亲切的 就是说踢足球 然后很热 但是呢 不要一停下来 就拿冰水灌进去 然后将来你喉咙会坏掉 什么什么 就跟我讲这句话 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会说 你怎么会看到我 做这件事情 我正在灌冰水 然后你真的会那么样 告诉我说 突然间这件事情 你看 就四十几年了 我到现在还一直记得 有一天突然 突然这些起信里面 到现在都记得 那时候 一边在学吉他 然后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每天就在练吉他 那到时候到了一种 疯狂的状态 又是说我背着书包回家的时候 我会在我的书包袋子上 练我的和弦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走在那个路桥上面 然后一边自己在那里 背几个和弦 然后在心里面 再想几首歌 然后再背几个和弦 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 是说我 我觉得有样事情 我对我自己觉得是骄傲的 因为我觉得 在我们班上 我们整个学校 我一定是吉他弹得最好的 但是突然间就有一个 很痛很痛的感觉 是说我吉他弹得很好 没有人会承认 或没有人会在意这件事 因为我成绩很差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天就 心情非常非常坏 然后回到家里面 然后直接在那里 就那么一个念头 我说突然就觉得说 你们这些成绩好的人 你们真的有很了不起吗 成绩好真的有这么难吗 就从那天开始 我把数学成功 开始重新做 我把国文拿出来 然后反正中间 大概就隔了三四个月 然后我们就有 全校叫进士 那么就有一个特别的考试 一学期有一个特别的考试 是全校排名的 然后就反正初三 刚上初三 考完几天之后 公布成绩 那公布成绩是很恐怖的 因为他是把 这个同一年级的每一个人 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 然后会在那个 学校穿堂的那个 公布栏上面这样贴出来 那公布成绩 贴成绩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上课的时间 那我们下课才会跑去看 然后可是上课上到一半 我们隔壁班的导师 也是我们班的李华老师 突然跑到我们班后门 我们导师正在上数学课 然后那个李华老师跑来 然后突然之间就叫 就说就跟我们老师说 就说我的本名叫李明俊 他说你们班李明俊考第一名 然后全班每个人回头看 不是看我看那个老师 然后我们老师陈光诚 陈老师 我到现在记得他名字 他就笑了 他说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成绩不好 不可能不可能 然后班上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同学 就很聪明 他马上就说 那个三年五班 有个女生叫做李明元 一定是李明元 怎么可能是李明俊 然后陈老师 那个陈光诚就说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跑跑跑去穿堂 后来整个是鬼叫 再带是李明俊 再带是李明俊 我全班都没有人敢相信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但那真的 不好意思 但坦白说了 人生有这么一次 也真的很过瘾 突然间就说 我想 是吗 你们不要再想说 你们多了不起了 那现在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我考了第一名 你们拿我怎么样 70年代末期 杨兆考上了台湾著名的男校 建国中学 因为热爱文学 他加入了校刊社 建国中学向来以社团文化活跃文明 而校刊社更是有极大的特权 在那里特立独行 是被允许 甚至被呵护的 负责编辑校刊的杨兆和他的伙伴们 在整个高二期间 就没正经上过几节课 他们每天聚集在编辑室里 讨论诗歌和文学 甚至拿着工价条 在上课时间 从学校里进进出出 去打字行 印刷厂 拜访作家 或者干脆就是出去闲逛 联想到当时 还是处在白色恐怖时期 你听来可能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即使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 这也完全是一所不可思议的学校 那时候我们是校刊社 那时候校刊社呢 我们当时 我们印一份校刊 我们校刊发行的是八千本 学校总共的学生 大概六千多名 但是我们每一期大概是一八千本 每一个学生 我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是学期开始的时候 要特别付一个校刊的费用 校刊费用大概是 就是五十块钱一个人 所以你这样算你就知道 我们当时一期的费用 就是三十多万 当时的台币 三十多万台币 以当时的这个生活水准来说 是什么呢 大概可以在台北买一个不要是太精华的地区 就一般一般的住在去 大概可以买一个七十平米的房子的这种价钱 那惊人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钱是完全我们校刊社自己管的 学校完全不管 我们开自己的户头 当然我们必须报仗 但是这个钱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印刷厂 印刷厂跟印刷厂签约 然后去看印所有这一切 找打字行 所有通通都是我们自己处理 我到现在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学校是说 那时候的人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信任学生 太了不起了 或说太重要了 我真的是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 了解了说 原来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 什么叫做社会 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 那么复杂的许许多多的因素的情况底下 去把一件事情做出来 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 想办法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其实就连建宗在我们离开了之后 没有几年 但慢慢都改变了 我们就是那个 至少我认为的黄金时代 我们当时有一个 那个新诗的一个专栏 然后呢我们就 哎呀我们自己也喜欢写诗 其实新诗的专栏有一大部分是因为 我跟那个编心诗专栏的那个主编 我们两个人非常爱诗 然后呢我们两个也写诗 其实有时候只是 这个为了让自己的诗可以 有地方可以 可以看灯 然后学校呢 就邀了一个 自己也写诗的一个老师 叫张向华 张老师 我现在的我特别记得 因为是对不起张老师 然后呢 就把这批稿子呢 就给了张老师去审 但是张老师呢 他给了一个总的意见 就觉得呢 这批诗啊 叫做无病身影 讲究形式 但是都跟高中生的生活无关 我们当下其实是愤怒的不得了 愤怒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不是好坏的问题 这是挑战我们的信念 你号称你会写诗 你叫我们作为一个诗人写诗 去写高中生生活 诗哪是这样 你完全不懂什么叫做诗 好 你是个老师 我们找一个方法 我们找比你更懂诗的人 可以吧 那我们可以要求外审 那自如想说 那外审要要生什么呢 好 然后我们就 当时我真的 我诚实的说 这是一个 后来是有点悲剧性的 我的回忆 我们当时就说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 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个诗人 把他的那个词里排出来 说你看他在什么诗刊上面 然后他得过什么奖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主要背景 但是我其实没想到 他是有军人身份的 他是有军人身份 他是一个军中的作家 军中的诗人 他来 他帮我们审了 八首还是九首是 其中没有三首 他就是 哎呀 这个在连在我们的诗刊上发表 都都会是好的诗 然后完全满口称赞 就写了这个赞 评语回来了 评语回来 因为张家皇张老师 他的先生就是柏阳 我想你们可能也都知道柏阳是谁 柏阳是一个异议分子 所以从张老师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是学校 是学校拿了一个有军方身份 因为军方代表的是政筒 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用这样的一个有军方身份的权威来否定他的意见 我相信张老师一定很痛 他一定觉得很伤心 他可能也很愤怒 我们当时真的我们不知道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个 当然我们那一期 我们做出来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骗我们的神高者 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个 开了一个新的专栏 叫做逍遥游 然后就写了一个发刊词 然后发刊词呢 写完了模仿装子逍遥游的笔法 写的有一点点文言文 然后写的有一点点好笑 然后就给组长审了 那神高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 等到我们排版一排完了之后 就变成两回事 排版呢 其实那是原来就算过的 排版排完了之后呢 他就变成像长头师一样 直着读 是这样的一篇文 他横着读呢 就是叫北一女的新书包 没水准 那是因为我们对头的 就是台北最好的男校是建中吗 那最好的女校是北一女 永远我们都是在这种关系里面 偏偏那一年北一女换了一个书包 然后我们就拿他们调侃 在我们校看里面就写 北一女的新书包 没水准 神高者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 但是一旦初看了就被看出来了 就变成渲染大破 我是一个惹祸的 后来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大概在80年代 就是我上7980左右 因为那时候爱读书喜欢文学 那时候就看伤狠文学 看伤狠文学 就有一些我们很不熟悉的语会跑出来 可例如说当时就有三个字 在我们之中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叫做祸头子 我不知道你们还用不用这个名字 就是惹祸的祸 叫祸头子 突然就说 哎呀 这最适合描述我们 我们就是专门惹祸的人 我们就是祸头子 这不表示说 我同意或我赞成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用这种方式去闯祸 去特立独行 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我父亲从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不断的在 他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到后来 我教我女儿 我父亲碰到任何事情 我爸问我 你为什么这样做 可是当他问说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我们都会这样 你干嘛 你怎么这样做 我爸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要我讲给他听 他是要我 能不能解释给我自己 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爸就是这样 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是 你要替自己负责 生命是你自己的 我爸经常就讲这个话 还用那个名单语说 我现在就是永远都忘了 很大事不要给他去想 这些人聪明 很大事不要给他去想 这些人聪明 一直都记得 这个还是一个关键 所以包括很多时候 我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我自己是特立独行 但是我觉得 你要能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因为你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楚 或者甚至是更严格的标准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你就比较有把握 可以不需要一天到晚在担心 或者为了别人怎么看你 用别人的标准 来做自己的标准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说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对得起 我父亲给我的教训 这个责任是我给我自己的 以所谓正统的观念来看 杨兆始终是一个叛逆者 青春期的时候 他是学校里特立独行的小孩 青年时期 他放弃了哈佛再读的博士学位 选择回到正处在历史转折口的台湾 参与党外政治投身新闻业 中年时期 他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新新闻周刊 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 正如我在故事的开头所说 杨兆有很多重身份 所以他想做的事情也是又多又杂 比如他在台湾开设的课程 讲中国通史 跟女儿一起录制了一档视频节目 聊音乐 还在看理想录制了 实际百讲 春秋战国经典八部 先秦经典八部的音频课 如果你还想多听一听杨兆的声音 可以到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 本期节目下面留言 就有机会获得他的音频课兑换码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哀哲 本期节目由刘斗制作 声音设计 孙则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